本章主要分享的是创业者财务管理的两大管理重点 首先第一项叫做水益管理 第二项叫资金水位管理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强调是资金水位管理呢 因为你要想想看你如果没有水就会死的 所以基本上这是很重要的 那资金不外就是管流入跟流出 那基本上来讲它有两大重点 第一大重点叫提前沟通 第二大重点叫是从资产负债表中找钱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画一个例子 如果说我们损益 同样我们在做损益管理 那损益管理怎么来呢 损益管理是依据目标发展计划而来 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企业的 假设你是经营者的话 对这企业一年后的发展 跟二年后的发展 跟三年后的发展 你会有一个预计 预计的收入 减掉成本 然后就是所谓的绩窍管理 也就是说你今天设定一个目标 你到底有没有达成 那另外一个部分 所以这个通常来讲 我们讲的如果说这一关没有过 代表说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要么收入太低 要么就是成本费用太高 那为什么我们讲成本费用太高呢 那成本费用太高通常的原因就是你当初你低估了 收入太低通常都是当初你高估了 那一减的结果就导致很多企业 我们讲红字倒闭 红字倒闭就是致死不赚钱 然后但是你硬要做 那通常硬要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初高估了收入 低估了成本费用 是这样的原因你才会去创造这个企业的 那至于资金水位管理的部分的时候 我们今天讲预算 它其实它是透过预算 以预算说下个月下一个年度 你要支出多少 然后提前的准备 那其实它起源的观念是源于所谓的风险管理 那风险管理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说假设比例来讲 假设你要跟银行借钱 那跟银行借钱的时候 你如果说现在缺钱 现在马上借 当然借不到啦 那重点是在于你要提前沟通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强调从资产负贷表中找钱 什么叫从资产负贷表中找钱呢 你想想看喔 钱到钱才是最终的究竟 也就是说你今天花了一笔钱 去赚到一笔钱 可是问题是喔 这笔钱有可能在变成钱之前 它停留在某一个特定地方 像举个例子喔 它会停留在哪里 它可能会停留在卖不出去的存货 它也有可能停留在已经卖出去 但收不回来的货款 也就应收账款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从这一个地方去找钱 这是第一个 我们想比较积极的部分 那当然比较消极的部分的时候 就是要防患一些没有效率的支出 像没有效率的支出是什么意思喔 就是说通常喔 研发者都会出现一种 他为了喝牛奶养一头牛的情况 那这一个买一头牛的这个动作 就是所谓的没有效率的支出 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张明依 我是玩消利的共同作者 谢谢